第13题下列哪一项测量结果不能算是完整的叙述 我们知道一个完整的测量结果叙述 要包含数字的部分跟单位的部分 比如说A 明游100公尺跑了历史15秒 15是数字秒是单位 所以都是所谓的完整的叙述 但是我们的选项猪子豪的升高180 他只有数字没有单位 所以他不能够算是一个完整的叙述 所以第13题问我们说 下列哪一项测量结果不能算是完整的叙述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子豪的升高180